老师上个礼拜四你叫大家航运快跑加一 结果礼拜五还是快跑加一 今天你可以看到航运做蓄谍的动作 究竟航运接下来的走势会是如何呢 所有的答案就在节目中告诉你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战国策 我是主持人资深 今天是5月16日 台股开盘在15943点 而在昨天呢在上个礼拜 美国股市呢则是四大指数呢 全数的来进行大涨动作 究竟美国股市呢 接下来走势会是如何 又会怎么样的来影响到 今日的台股 当然最专业的股市分析 还是要交给最专业的分析师 雷光老师 主持人好 投资朋友大家好 那当然呢美股的涨跌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台股 但是今天我们的台股 好像并没有随着上个礼拜四 礼拜五的美股的大涨 而跟着有一点好转的动作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今天呢有很多的股票产业 都被拉回来 尤其呢是航运 那到底航运是怎么了 其实在节目里面 我一直跟大家讲 而且甚至于 我在节目上都跟大家说 现在的航运我们看哪一档 对不对 我很少把航运股票全部叫出来 秀出来给各位看 没有 我都把那个当下的主角 提出来给各位看 所以在去年 在去年7月8号的时候 我是拿杨明先当主角 然后再拿长龙当主角 最后我拿万海当主角 然后在今年的2月7号开烘盘 到3月4号 我是拿台华投控当主角 那或许你会问我说 到底这四档 航运股票有什么关系 各位 这个当然是关系很大 关系非常大 所以说 不是说我们买一档股票 就只要注意它而已 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各位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你如果只注意 你手上的个股 你会陷入它的框架 再加上如果说 你有一些基本面 财报分析 那或许你会 陷入更大的深渊 没错 好 那之前 之前我记得在 去年11月8号的时候 我讲了一档股票 叫做万海 因为那一个时候 我大概从9月7号以后 我就由万海 作为一个主角 跟大家分析 然后再从万海 去分析到阳明 跟长龙 那去年11月8号 我怎么跟各位讲的呢 我们先看这个画面好了 现在各位看到的画面 是今天的航运 那我相信呢 手上如果有倒数这三档的 应该是不太快乐的 那就听我怎么讲好了 我们看这个地方 我们先看万海去年 去年的 我看一下 好 OK 各位 各位可以看到 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 是今天的 今天的 然后呢 往这边看 然后到了这个地方 是一个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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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往这样子看 各位 我们就要回着 这样子看的话 这边又有一个高点 然后呢 又在这个地方 经过了一个W之后呢 各位 就没有再有高点了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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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高点 然后到这个地方 这个高点 没有办法 突破这个高点 然后又从这个高点 直接下来 为什么呢 那是不是前面 可能有一根K线 挡住了它 各位 你晓得那根K线 在哪里吗 你晓得吗 如果 我在11月8号 告诉各位 有一根K线 挡住它的 上涨之路 你相信 我圈起来的那个K线 你相信吗 我认为你应该是不相信 你甚至认为我是疯子 对不对 各位 很多的事情在节目上 我是没有办法讲的 没有办法讲的 但我只可以点到为止 只可以点到为止 所以各位 从这个地方看回去 看回去 好像有两个高点 没有错 但这两个高点呢 都没有到达 我11月8号 点的那个点 我11月8号点哪个点呢 给我们看这个地方 点这个点 9月24 9月24的那个点 然后我还告诉大家 它的开盘是210到217 各位 或许今天你是第一次看我节目 或许你有看过 但是你都忘了 或许你看了 你根本就不相信 没有关系 各位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11月8号到9月24那个点 它有没有突破过去 都没有 各位都没有 连这个最高的 连这个最高的也不过在211.5而已 了解吗 所以为什么 9月24 我告诉大家这个点你们要注意 这个点是一个关键密码 所以11月8号究竟讲了什么 让我们一起进VCR 各位 如果今天你的手上的行与 是属于比较低阶的股价 比较低阶的股价 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或许你就不用那么大的 做一个烦恼的动作 但是你不要把你低阶的股价 跟你高阶的股价 混合在一起谈 你一定要每一个逐步 就做一个 就做一个对的一个执行的动作 这样子你的压力 才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但是如果今天你跟我说 就像我在赖上面看到 很多投资朋友讲说 老师 但是航运我并没有加码 我并没有加码 所以说 如果你的航运是在一个 中高价股以上的 但是你在这个地方 并没有做一个 再次进场的动作 那你就真的要衡量一下 衡量什么呢 衡量这个地方了 衡量这个地方了 我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你就要衡量这个地方了 就要衡量这个地方了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会不会有 强劲的力道上来 我这样讲各位清楚吗 回到了现场各位可以看到 11月8号讲的9月24号那一个点 那一个关键密码究竟是什么 老师说我太浅了 我那天跟他说 我这样看我感觉就是不会突破啊 是这个意思吗 他说你这太一般技术分析了 我这么说 如果11月8号我点的那个位置 各位你们刚刚看到的VCR 我是有把游标点到9月24号那一天 有 你可以很仔细的去看 如果说我那天在节目上说 这档个股就如何如何 各位这个咖啡我就喝不完了 所以我才能 我只能够在节目上说 你看它会不会冲上去 各位没有 没有 就一直 就点到为止 就点到为止 有没有看到 我不是随便在开玩笑的 那到底我看到了什么 你那天大概讲了三次吧 力道有没有上去 你们要看力道有没有要上去 然后我心里想说 为什么你要一直讲力道 好 这是我对万海的看法 还有呢 去年的9月1号 我们看这个地方 我们看这个地方 各位 这是阳明哦 当天的9月1号哦 当天的9月1号哦 我告诉大家 他在做出货动作了 第一出货区 第二出货区哦 怎么出货的 我当然了解吗 然后我告诉各位 跌破上升趋势 刚刚各位看到的那个 我只是没有写 这六个字而已 了解吗 所以很多事情 我真的是 在节目上讲的时候 我也会心惊胆跳 我也会心惊胆跳 所以我就把这个图 因为这是一个事实 我可以按照事实 再按照我的专业 就跟各位报告 各位 这个是9月1号 我们回到这个地方 我们回到实体K线 阳明的实体K线 各位 这个是9月1号 这个是9月1号 各位 有没有就在这个地方 如果真的 你相信 它的上升趋势 就在那个地方 say goodbye 你会花这么多时间 去操作这档个股吗 会不会 你们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你们真的会花 那么多时间去 去看9月24号 这个地方的长龙吗 还有万海 所以我讲的 真的都是要跟大家讲的 最大的事实 所以我想问老师 那如果手上现在有这三档 怎么办 我跑我也不知道跑去哪 重点是你想不想跑 重点是你想不想跑 我要来问一个世纪的投资人 都一定会问的一个问题 他还有可能会 穿个高点吗 OK我们这样子说 我们这样子说好了 各位 这个是今年3月4号 3月4号 我带着会员 台华请试驾获利出场 3月4号 3月4号的那一天 台华 阳明 长龙 以及万海 全部当天是最高的 我们看这个地方 3月4号 各位 我现在游标都不要动 这在这里 这是万海 我先看我们的台华 是不是3月4号最高 好 2609的阳明 是不是3月4号最高 2603的长龙 是不是3月4号最高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 我如果当下 当下我会介绍的 那一个产业的个股 长龙耶 都是要跟大家讲要怎么做的 要怎么做的 你这怎么没有跟我分享 这么惊人 所以说 或许你们问我说 吴老师那台华投控跟货柜三雄有什么关系 各位 这个故事我真的就不能讲了 就真的不能讲了 你们相信我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所以我可以在一个高点 告诉大家你们的货柜三雄 未来的状况如何 这是有我的专业在的 所以提醒各位 手上现在还是货柜三雄的投资朋友们 荧幕上方卡扣货数 上个礼拜我们讲的快跑加一 很多的投资朋友们可能对于这个 想说你疯了吗 因为整个市场礼拜五那天 也没有人在讲快跑加一 就你 讲到这个 我就 各位知道吗 这个是5月12号 5月12号 我告诉大家快跑加一 5月12号 我在节目上告诉大家航运的问题 我在节目上告诉大家 我怎么服务 最近那几天 有留航运的投资朋友 然后呢 我就告诉大家快跑加一 所以这个快跑这两个字指的是谁 指的就是航运的货柜三雄 就指的是货柜三雄 然后呢 也有人留赖上来给我 我也是这样子去服务他的 我们看这个地方 4月21号 卖掉的那个域名 这个是5月13号 上个礼拜四 上个礼拜四 然后呢 我就到手上股票成本 章数给我 我看一下 全部都是航运 全部都是航运 虽然不是货柜三雄 但全部都航运 但是呢 我就跟他讲 被我遮掉的 这是一些不好的消息 我不方便在节目上跟各位一起分享 然后呢 我就后面写说 势必影响航运 等等呢 了解吗 我怕他听得不那么清楚 我就说等等呢 我会请研究部主管 跟他做一个说明 因为节目上我讲太多了 那我希望 有第三者跟他讲一讲 看他会不会听得下去 好 果真呢 他有听下去 然后到了今天 我就问他说 航运上周出场了吗 他说有 认赔杀出 各位他是认赔杀出的 但是他如果没有认赔杀出 今天再跌 了解吗 所以不是说不是说什么 我一定要等到我的股价上来 我才要卖 各位如果真的有这么如意的话 今天你我都不会是一个 在股市上操作的很 好像很难过一样 再看一个 这个投资朋友也是一样 这个是5月5号 我问的很温柔 要不要考虑你的阳明 132以上分批卖 那天心情比较好 然后他告诉我说 放着好了 我觉得他不会大跌 我就说好 各位 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真的希望我是错的 我真的希望我是错的 我希望各位的股票多赚钱 真的 不是说今天你们赔钱 我会如何 没有你们赚钱 我觉得我更高兴 更高兴 但是我看到了一个事实的时候 我会跟各位一起分享 我们看5月5号的阳明 我们看这里 我移过去一点 各位 各位 我们往这个地方推上去 这个是不是最高 他是几月几号 他是5月5号喔 但他不会大跌啊 他跌的都在这个 我可以接受的比例之中 所以我先不要卖 他有可能再涨上去吗 无限循环 他会不会涨上去 我不知道 他会不会跌 我会告诉你 但是我希望你们真的能够相信我 好 那讲完了航运之后 相信很多的投资朋友们 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一样 萤幕上方QR口或树章 就是888BBIP 那我们回到 讲了 航运了 有一个产业是跟他做联媒动作的吗 那那个产业 其实在上个礼拜 你也是讲了很久 你是指钢铁是吗 呀 但是我现在要跟各位报告的是 比钢铁更重要的 为什么呢 上个礼拜五 我有事情重要会议 对 对不对 但是我在礼拜五之前 一天 我告诉大家 我的手绘图 还记得这件事情吗 那个手绘图 在隔一天 还有隔隔一天 都做一个 掌的动作 各位 这个是 那个手绘图上面呢 有包含是 现在的主流趋势 还有应该要看哪一个产业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台积电 然后半导体跟电动车 以外呢 当然 各位 在这 5月12号 这个是5月12号 5月12号的话 我忘了是礼拜三 还是礼拜四 我忘了 好各位 我告诉大家什么 现在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现在各位看的 是跟有心人是同步 各位你们要记得我讲的这句话 好 第一个要看台积电 但是台积电来讲的话 这个我们要看两个 两个产业方向 一个是半导体 一个是半导体 一个是电动车 那半导体呢 我会以IC设计为主 那当然制造跟封测 我没有说它不好 没有 我会把最好的 呈现给各位 然后以IC设计为主的话 这个地方 也有两点要注意的 一个就是HPC 一个就是它的资本设备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是电动车 第一个电动车 各位 第一个我就是第三个半导体 第二个是整流二气体 第三个MCU 请问各位 我5月12号 首绘图画完之后的隔天 请问这些股票 是涨还跌 涨 对不对 这些股票的涨还跌 涨 今天这些股票的涨还跌 涨 还是涨 但是呢 你有没有快跑 现在什么行情 你想要放多久 我想讲各位清楚吗 所以说很多很多的产业 很多的个股 或许在你的操作时间里面 你都是把以前习惯的 的时间拿去做一个 如法炮制的操作 但是呢 我不是 如果现在的行情 它只能做两 二到三天 各位 二到三天赚到就可以了 如果这个行情 目前我个人认为 它是个回升行情 这个时候 我们只要做一个低买高卖 一个位阶的一个操作行为 然后符合均线的上面的操作管理 我觉得这样子的获利 就会变得很大了 那我可以当冲吗 当冲我当然是不建议啊 因为那个永远是赌博的心态嘛 那如果说你都是赌博心态 何来股市的成长 你今天讲的比较温柔 今天在这上面的 很多人都说那老师你给了我这个方向 可是我不知道要选哪一档 那我这个就纳闷了 如果这个这样子写 你还不晓得要怎么去选股的话 反而我冒昧的请问 你在股市这个期间 你到底在做什么产业 我之前就是听人家讲的 买都有赚钱啊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就不知道了 如果你没有涉猎过这些产业的话 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台股会涨 股市会涨 包括国外的 包括国外的喔 都是靠这些 我这样讲可以接受吗 都是靠这些 那你如果硬要跟我说 老师我手上股票也很强 那我希望你手上股票真的很强 好不好 那这个地方 我们就暂且来告一个段落了 讲完了 会继续 不知道接下来的走出 会是如何的航运 还有包含手绘图的 接下来 该回到我们的联妹孩子了 就只有两档 因为这 刚好这两档 你也在五月多 帮投资朋友们 做持股见解的时候 有做卖出的动作 是2027的大成钢 还有2607 对 对 哦 2027跟5009 各位还记得在上 在四月份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说 如果现在看钢铁 如果现在看钢铁 不管你是什么钢铁 你一定要以中钢为主 你一定要以中钢为主 因为它是领头羊 然后在四月十八号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钢铁要跌了 我还把 我还把 我跟投资朋友的line 我告诉他 钢铁要跌的那个line 很清楚的 在四月十八号的当天 盘中 秀给各位看 各位 这个是四月十八号 这样清楚吗 那不管你手上 不管是什么钢 都会这样下来 不要跟我说 你手上的钢铁的基本面 不要 我告诉各位 它会跌 你所有的钢铁都会跌 这样了解吗 没有其他的原因 原因理由了 就如此而已 所以各位 如果说今天你们只看 手上的个股的话 这个的方式呢 我还在建议 要做一个修正的动作 我们再回到这个画面 我们再回到这个画面 或许上个礼拜 你看过两次的快跑加一了 那今天你又看到一个快跑加一 到底什么产业 你要快跑加一 上个礼拜我讲的是航运 那这个礼拜呢 各位 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 留来上来 快跑加一 我会告诉你 我的那个产业 什么时候要快跑 我会告诉你 所以还是要提醒所有 投资朋友们 上个礼拜没有跑道的朋友们 这个礼拜 是时候该动起来 但提醒各位 千万不要猜测 雷光老师在想什么 因为你永远猜不到 不要说各位了 连我都猜不到 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 还是要提醒各位 荧幕上方 科学货数帐 94888BBIP 帮我们输入今天的关键字 是快跑加一 手上持股账数 以及成本一张 全部的帮我们留下来 老师会帮各位 一对一的 来做一个持股见解 那今天的节目最后 还是要再次的谢谢我们雷光老师 谢谢十三 谢谢大家 那提醒所有投资朋友们 喜欢今天的股市战国策 记得把我们YouTube频道 以及粉丝塔 按赞订阅分享小铃铛 记得打开哟 股市战国策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本公司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特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 财务力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那今天要再跟大家报告什么的 今天我要再跟大家说 627的同心变 4919的新唐 9月17号 上个星期五 在18号 就开直播 送给各位 故级嫁衣 很多投资朋友 都有来说计 我也非常高兴 而且我的节目 好像越来越多人看 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呢 在9月22号开牌的时候 有随着我们大盘 做拉股的工作 但是没有关系 强势的股票 永远是强势的股票 先向我目前就介绍到这边 再来呢 跟各位介绍什么 再来跟各位介绍的是 这档个股 汉磊加一 汉磊加一 在我心目中呢 在电动车里面 中高 它不算中高价格 我个人认为它专通价格 在百元纪录部左右 它的目前的股票在130 但是它的趋势呢 我们看它的实体平衡 各位 3707的汉磊 它的趋势是 旅创新高 旅创新高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来讲 10月5号我也介绍过 也有汉磊加一 那它也在10月之后呢 10月5号之后 也做了 做了一个上涨的动作 甚至涨停满 那昨天呢 它也做了一个涨停满的动作 未来的股价 不是看好的 你会问我说 吴老师 你看好到哪里 各位 它现在是二 一字头 你觉得它不会来到二字头呢 这样子一创新高的一个电动车 那今天要再跟大家报告什么呢 今天我要再跟大家说 我们627的同心变 4919的新堂 9月17号 上个星期五 在18号 就开直播送给各位 顾忌加一 很多同志朋友 都有来说讯 我也非常高兴 而且我的节目 好像越来越多人看 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呢 在9月22号开牌的时候 有随着我们大牌 做拉股的动作 但是没有关系 强势的股票 永远是强势的股票 新向我目前就介绍到这边 再来呢 跟各位介绍什么 再来跟各位介绍的是 这档个股 汉磊加一 汉磊加一 在我心目中呢 在电动车里面 中高 它不算中高价格 我个人认为它三通价格 在百元纪录户左右 它的目前的股票在130 但是它的趋势呢 我们看它的实体平衡 各位 3707的汉磊 它的趋势是 屡创新高 屡创新高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来讲 11月5号我也介绍过 也有汉磊加一 那它也在10月之后 10月5号之后 也做了一个上榜的动作 甚至涨停满 那昨天呢 它也做了一个涨停满的动作 未来的股价 我是看好的 你会问我说 吴老师 你看好到哪里 各位 它现在是2 1字头 你觉得它会不会来到2字头 这样子 你创新高的一个电动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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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